话说人生如戏全靠演技 有人的地方就有戏精 本周幽默戏精排行榜为您揭秘 第五名表情萌娃 一个戏精的自我修养 要从娃娃抓起 笑 哭 多嘴 飞眼 瞅一个 为了一口酸奶 吵一个 不容易吗我 幽默戏精排行榜第四名 狗血剧女主 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悠悠回来看到 如此悲情的片段 总少不了催人类下的大鱼 老天爷 让鱼下的更猛烈些吧 加点水 加点水 没水 快快快 快快快 快快 智景能不能走点心啊 哪怕你换个一来半也行啊 幽默戏精排行榜第三名 硬汉行男 他面容冷俊 目光锐利 一看就是传说中的硬汉行男 要是再来点音乐就 辣眼睛啊 小编承认是自己有眼无珠了 幽默戏精排行榜第二名 长腿美少女 腿长了不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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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了不起啊 你们这么秀长腿 让身高只有1米7的刘老师 情何一堪 瞎说我1米68 腿长了不起 就连光后备箱的姿势也不一样 这有什么 我也可以 哥嘛 你自找的哟 最后要隆重为您揭晓的是 幽默戏精排行榜第一名 这是一个安定而祥和的午后 阳村的村民们在草地上悠闲地散步玩耍 突然 他们闻到了一股 不祥的气息 难道 传说中的那个坏蛋真的来了 村民们开始作动起来 果然 荷蛋出现了 亲爱的小肥羊们 我回带狼大王来了 救命 救命 救命啊 你还活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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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演员 狼已经走了 不要这么录戏可以吗 没事 你还活着 这眼睛不是录戏太深 就是戏文太真啊